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绍弘 禀风啊 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做老板的都不休息 做伙计的敢偷懒吗 我一会儿把这些买家的订单 处理完之后就回去了 我陪你 你该不会是奉命来监视我的吧 奉谁的命啊 好了 什么事 你直说吧 你也认识了 惨愧了 老是拿工作当理由 是我吗 你要逃避到什么时候 雪梅跟你告我的状了 世红 你公平一点好吗 雪梅是你的媳妇 才新婚没几天你就夜不归宿 让她一个人 独守空归 难道你不觉得对她太残忍了吗 我答应过雪梅 绝对不会再主动去见若云 而且我也不会做对不起她的事情 至于其他的 就别再为难我了 你不去见若云 就是给雪梅莫大的恩责吗 真了不起啊 世红 雪梅需要的是你爱她 如果你不爱她 你又何必娶她呢 你不认识 禀方 请你也对我公平一点 起码雪梅的苦 还可以跟你倾诉 可我对若云的思念 我能跟谁去说 你都多大的人了 都成亲了 怎么竟说耍赖的话呢 再多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雪梅对你已经够宽容了 你要是再这样下去 我都对你失望了 你不错 不不错 若云 你现在过得好吗 我ody云 你还不能在沙骗 你不错 因为她在沙子上 还是在沙子上 你就把这条路上 找到沙子上 那么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是睡不着就去看看若云吧 我们两个老的都受不了 你说若云现在该是多难过 去了 也不知道要跟她说些什么 雨晴 你说我们就真的走投无路了 雨萱 或许我们还可以去找啊 没有办法 我知道你指的是于世红 可人家都成亲了 我原以为丢了老宅 已经让我们痛不欲生了 可现在 连我 连我自己的外孙女都保不住我 雨萱 铁川一天不能站起来 我们的若云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我 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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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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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心 妈的乖女儿 以后 妈不能陪在你身边 看着你乖乖地长大 找到一个疼你的好夫婿 乖女儿 妈 对不起你 妈 今天又有好吃的鸡腿 若云 你今天不用去做生意啊 我是看若云这两天累坏了 所以让他休息一天 是该休息一下了 可是这几天 为什么每一顿饭都是大鱼大肉的 会不会太浪费了 难得大家聚在一起 是我吩咐让家采的 来 来 吃啊 吃啊 吃饭 吃饭 天心 谢谢姥姥姥 谢谢姥姥 谢谢姥爷 来 快吃吧 天佑 谢谢姥姥 谢谢妈 好看吗 嗯 好看 妈以后有空要给天心尝宝哦 天心 嗯 你来 哇 好漂亮的衣服 妈 你瞧 好看吗 嗯 好看 天心 这是妈特意为你做的 喜欢吗 喜欢 好喜欢 哇 好漂亮 小花 好好看啊 老婆 你看我的新衣服好不好看啊 看 漂亮吧 好看 天心这样真好看 好看 老爷 您快来 好 天心 老爷 您坐 好好好 老爷 您看我漂亮吗 你看老爷 好看极了 天心在老爷心目中啊 简直就是个小仙女 天佑 你看 姐姐的衣服好看吧 还有小花呢 好看 来 姐姐陪你玩 好 给 嗯 谢谢 若云 从今天一大清早 我这眼皮 就跳个没完没了 总有些不祥的预感 这样啊 一定要这么急吗 就不能让天心晚几天走 可是人家不能等啊 如果少一张嘴 少一个人吃饭 就能救活这个家 那还不让我去死了算 我也活了这么大年纪了 也够了 爹 您怎么会说这种话 怎么会有这种念头 可我们不应该让天心去承担这一切 我想来想去 就只有这么一条路 才能救我们全家 其实 我这么做 也算是为了天心好吧 若云 姥姥 姥姥 你怎么哭了 没事 姥姥没事 天心 姥姥好久没抱点了 让姥姥抱一下 嗯 姥姥现在比较疼天心了 姥姥一直都很疼天心啊 姥姥有了天佑就不喜欢我了 姥姥 下手没有这回事 天心和天佑都是姥姥的心肝 嗯 我知道了姥姥 我也是姥姥的心肝 嗯 天心啊 你一定要记住 你一直都是姥姥姥爷的心肝宝贝 今后也是 永远都是 嗯 知道了姥姥 天心 天心 来 姥姥姥爷这么疼你 你给姥姥姥爷磕个头 谢谢他们 嗯 我给姥姥姥爷磕头 来 天心 去给你爹看看你的新衣服 好 啊 早知道天心会离开这个家 我一定每天都把她捧在掌心里 不会让她以为我偏心天佑 爹 爹 天心 你看 怎么今天天心这么漂亮啊 爹 你喜欢吗 不管天心什么模样爹都喜欢 天心也一样喜欢爹 你们要出去啊 哦 哦 我带天心上街去买些针线 可是天心不是答应过爹 要陪爹练习走路的吗 嗯 是啊 可是 天心已经穿漂亮衣服了 可是天心答应过爹 所以天心一定要守承诺不是吗 嗯 那就这样吧 天心先陪妈上街 回来以后就陪爹练习走路 这样总行了吧 行 不过不要太晚回来啊 爹等你 嗯 那我跟妈上街了 妈 走 哎 天心 别让爹等太久 买完了 就赶紧回来陪爹练习走路 知道吗 知道了爹 妈 走 我 信你周若云 求大慈大悲的佛祖 必应我的女儿天心 能平安地长大 我知道舍弃自己的女儿是多么大的罪孽 但我真的走投无路了 孩子留在身边 却不能给他安心富裕的日子 佛祖啊 所有的过错 请让我一个人承受 只求换来天心的平安 健康和快乐 妈 我说完了 妈 佛祖一定很了不起对吧 连姥姥姥爷都要给他磕头 我想他一定很有办法 所以你也跟佛祖说了你的心里话 嗯 我求佛祖保佑爹快点好 可以陪天心玩 天心真是乖孩子 你要记住 爹和妈最爱最爱你了 天心知道 爹妈最爱天心了 天心 妈给你求了一个平安符 你戴上 好漂亮的平安符 还有天心的名字 天心好喜欢 天心 你要记住 如果以后妈不能陪在你身边 你可以恨妈 也可以弃妈 但是你要答应妈 一定要坚强 勇敢 知道吗 嗯 妈 我想爹了 我们回家吧 爹还在家等我们呢 我们回家 天心 嗯 嗯 你 再陪妈去一个地方好不好 好 那就走吧 妈 妈 香包 天心 小妹妹挑一个吧 你喜欢妈 我还是喜欢妈给我的香包 妈 走 哎呦小姑娘 买块点心吃吧 天心 想不想吃点心妈卖给你吃啊 很好吃的 多少钱呀 妈 走吧 妈 我好久没上街了 慢点跑 风车 风车 哎 来个风车吧 想要这个呀 多少钱呀 妈 两个字一个 我不要 只要你喜欢就好 挑一个吧 真的吗 嗯 我就要这个 好嘞 谢谢啊 妈 我走了 风车 这这 在这 快一点 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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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摔了啊 没事 来快起来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没事的妈 天心 以后 妈不在你身边 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知道吗 妈 放心 我会的 走吧 冰糖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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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卖糖葫芦的 啊 哎 哎 哎呀快快快 怎么才来呀 等了大半天了 快进去吧 宝珠在厅里等半天了 来来来 快走快走 快走啊 来来来 快走快走 哎 你就是小天心啊 哎 帮助啊 孩子怕生 你别吓着孩子 哎 我说了吧 眼光不错吧 天心啊 走 沈伯带你去吃好吃的点心 我 我不吃 妈 爹还在家等我 我们快点回家吧 妈 妈 我们回家吧 好 天心 喜欢吗 这是宝珠仪 特别给你准备的 好漂亮 房间里有更多更漂亮的娃娃呢 天心要不要去房间里玩啊 妈 我可不可以去玩一会儿 天心 来 去吧 谢谢宝珠仪 来来来 沈婆带你去 你妈还有事要跟宝珠仪商量呢 来来来 我们走 妈 我去玩 快走啊 天心 妈 我一会儿就出来 你 好多玩的呢 别摔着啊 若芸啊 这些钱 你拿着 哎呦 拿着 你就放心吧 我会把天心 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 不会让她受委屈的 谢谢 可夫人 天心 她任性 从小被她爹惯坏了 如果她在你这里 有忽乱使性子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有耐性 不要动手啊 看你说的 她长得那么讨人喜欢的模样 我宠她都宠不过来呢 怎么会动手呢 还有 天心晚上睡觉 她会剃被子 哎呦 我会注意的 天心 她自小身体就弱 这段时间 我们家又没有好好给她补补身子 哎呀 这两天啊 我就找大夫给她调养身体 谢谢你 谢什么呀 现在开始啊 天心就是我的女儿了 我呀 会把她当长上明珠一样捧在手心上 凡是当妈要做的事情 我都会尽力做好的 可夫人 我能不能再去看天心一眼 谢谢 哇 好漂亮的布娃娃 沈婆 你说宝珠仪家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布娃娃 宝珠仪知道小天心要来 特意为小天心准备的 天心喜欢吗 喜欢 我最喜欢漂亮的布娃娃了 沈婆 你说这些娃娃有名字吗 这些娃娃都是天心的 天心愿意起什么名字 就起什么名字 真的吗 真的 嗯 那你叫小妹 好啊 后面两个大的 一个叫天心 一个叫天幼 嗯 这名字也不错 天心 天心 天心和天幼 从此妈就不在你身边 你在新妈家一定要过得很幸福 很幸福 只有天心过得好 妈才能原谅自己 娘 走吧 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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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zy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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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mension 就是你 就可以带铁川去医院检查了 铁川要是知道了这钱的来历 宁愿一辈子残废 也不会去医院的 先不要跟他说吧 等他的腿治好了再说 你瞒得住才行 若鱼 你离开的时候 天心有没有哭啊 可夫人她人很好 她一直陪着天心玩 我走的时候天心正玩得高兴 她没有哭 她一点都没有哭 那是她一时餐玩 一会儿天黑了 她找不到你 肯定会又哭又闹的 不会的 可夫人应该能哄得住她 心疼她 天心如果知道 是我们丢下她 她一定会恨死我们的 我们真的太子死了 无论如何 我也是为她的未来着想 等她长大了 她就会明白我的一片苦心 我天心是个懂事的孩子 她会明白你的 天心现在才多大 等她长大了 早就把我们给忘了 想到这儿我的心就揪着疼 她如果真把我们忘了 倒也好 对她来说 未尝不是一个解脱 好了 事已至此 只能往前走了 我这就去找禀风 明天 我们就带铁川去医院 若云 你呢 天心呢 怎么没看了她 铁川啊 爹说 他想让禀风 明天带你去省城的西医院 做个详细的检查 省城的西医院 为什么突然间要去看西医啊 因为 爹说去那个西医院看 你的腿应该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我不去 为什么 你一直忍痛康复 不就是为了早日能走路 好撑起这个家吗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指望 你干吗还要耍性子 你告诉我 钱从哪儿来的 光仁心堂买来喝的药 就已经让我们倾家荡产了 还看什么西医啊 就算我们一家子 一辈子不吃不喝 也付不出这么大一笔钱吧 爹 他跟医院谈好了 医院答应我们先奢欠着 等你的腿好了 我们再慢慢地还吗 若鱼 你不会 又为了我去找于世红吧 铁川 我比你更在乎 我丈夫的尊严 他们真的愿意让我们奢欠 嗯 来 来 铁川 我跟你说啊 这个西医院的祝大夫啊 可是出了名的 我光听啊 我们仇庄的客人 都不知道提起多少次了 这回啊 你的腿一定能治好 来 但愿如此吧 往后啊 若云就不用那么辛苦 出去抛头露面 风吹雨淋的了 是 若云 如果我的腿真的好了 我一定会加倍地补偿 你跟孩子的 对了 天心跟天佑呢 他们在哪儿 怎么没看到他们 爹带天佑出去玩了 天心 天心跟我妈去河边洗衣服了 是吗 天心知道我要去医院吧 天心知道你的腿 能治好了 高兴得不得了 那你一定要带她来看我 知道吗 我说铁川 你是不是太偏心了 人家都是把儿子当宝 你怎么一天到晚离不开女儿 天佑还小 再说 平日里都是天心陪着我 习惯了 总是希望天心可以陪在我身边 给我打打气嘛 我说你啊 就是偏心 好了别说了 时间不早了 该走了 来 屏风啊 真是麻烦你了 每次都找你 这样的好事啊 记得天天找我啊 妈 您不是去河边洗衣服了吗 妈 天心呢 她不是跟您在一起吗 她现在正在跟蔡家的小孙子玩 我就回来拿个东西 一会儿还回去呢 让天心一个人在河边啊 那得小心一点啊 没事啊 左右街坊都在呢 那就好 你们要去医院啊 是啊 禀风快走吧 当心啊 若云 若云 你们要出去啊 我说若云啊 宝珠怕你担心 特别让我来跟你说说 昨天天心很乖 让你放心 方大婶 你 哎 哎 铁川 宝珠说了 你们家如果有什么需要 尽管开口 她会尽力帮助你们的 我 哎呀 哎呀 方大婶 你在这儿胡乱搅和心什么呀 快走啊 快走啊 宝珠是怕你们担心 特别偷我过来带画的 哎呀 我说错什么了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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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干的好事 我说错什么了 哎呀 快回去 回去 站住 你赶快走吧 我问你 宝珠是谁 天心现在人在哪里 我们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忙 我问你 我问你 为什么天心乖不乖 要让宝珠来告诉我们 你跟我说清楚啊 若云 你没有告诉铁川 哎呀 若云 你到底瞒着我什么 你把我女儿怎么了 你说 你说呀 你跟我说清楚 铁川 你先别着急 有话慢慢说嘛 铁川 若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好啊 为我好 所以把我女儿给卖了 是不是 若云啊 怎么回事 事情怎么闹得这么大呀 我有事 我先走了啊 不准走 你立刻把我女儿给带回来 买多少钱 我赔你 我们就是饿死 也不会卖女儿 你听到没有 你听到了没有 要是你不立刻 把我女儿带回来 我跟你没完没了 关我什么事 是你们家若云 自己答应的呀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回来 方大神 你不能走 铁川 方大神 你给我回来啊 铁川 兵方 你快把方大神追回来 我不能没有天心 我求求你 铁川 铁川 方大神 方大神 我求求你 你把天心还给我 我不能没有天心啊 方大神 你走开 铁川 你听若云解释吗 他这么爱孩子 他会这么做 一定是有他的苦衷的 铁川 天心是我林铁川 这辈子唯一的指望 与周家没什么牵证 周若云 你为什么要把我这辈子 仅剑的指望 都给夺走 你凭什么 铁川 我疼爱女儿的心 一点都不比你少 我也想了很久 天心 他是我们的指望 我们得为了他的未来着想 只能把他送走 他跟着我们 实在是太苦了 所有的苦难都是因我而起 为什么要孩子来承受 该走的人是我 是我啊 你要真是为了天心着想 你就应该安心地 把腿治好啊 要我拿卖女儿的钱 来治我的两条腿 就算治好了 我能走能跑 我还算是个人吧 天地下哪有 那么无情的父母 与其如此 我宁愿一辈子都不能走路 我也不要把我的女儿卖掉 我都不能走 好可惜 雪梅 这几天店里的生意太忙了 我没能腾出时间来陪你 真的很抱歉 如果你觉得闷的话 不妨回娘家走动走动 妈要是问起来 就说是我答应的 你嫌我爱掩饰吧 我没这个意思 于世红 我既然嫁进于家 我就是于家的人 不管你怎么冷淡我 怎么讨厌我 这个家我是待定了 你看你说到哪儿去了 我现在 就只剩于家少奶奶这个虚名 你想赶我走 你省了吧 雪梅啊 爹 我回老于记了 你们慢慢聊吧 这 爹 又吵架了 是我不好 太疏忽雪梅了 世红啊 不是我说你啊 男人嘛 在外面事业再忙 他总是要回到自己的家庭 因为能陪你一辈子的 除了你媳妇之外 没有别人了 所以对自己的女人 还是要多上点心才是啊 我知道了 爹 您找我有事啊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关于你的绸缎庄 和我的百货行合作的事 这件事啊 爹 您请坐 爹 您先拟个计划 我们再看怎么进行 最近西街的绸缎庄刚开张 我实在是忙不过来 世红啊 你现在可是大忙人啊 余姬又要扩张版图 你又要打理生意 哪有兴致管我 这小小的百货行的事啊 爹 您尽管说就是了 我一定会全力支持 是吗 那关于资金方面 爹 资金的事您尽管提出来 眼前还应付得过来 好啊 世红啊 有你的支持 爹我以后就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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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妈 天心 抱我 来 妈抱 来啊 妈 抱我 我 抱你 那还可以 去 摆 谢谢 我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